高雄傳統市場賣蛋的老闆娘 對客人搖搖頭 因為沒有白蛋可以賣 攤子上只剩下滷蛋 皮蛋和鹹鴨蛋 攤販要叫貨 賣蛋已經很難 傳出雞蛋產地價與批發價 還會再漲三塊 甚至盛傳部分的蛋商和蛋農協議 近期每台金漲十元 真有歧視嗎 根據臺灣蛋機試驗產銷督導委員會的資料 三月九號產地交易價格 北區每台金四十六點七五元 中區四十五點七元 南區四十五點五元 批發價五十五元 如果攤販彼此調貨 一箱高達一千三百元來換算 等於每台金六十五元 高出了批發價將近兩成 而且還不見得掉的倒彈 這個短期不足的部分 那我們透過了兩個方式 一個當然透過國內的加工的調度 來給國人做的消費者 另外一個就是專案的進口 中央呼籲蛋不能久放 如果民眾買得到蛋 千萬不要囤積 蛋黃的問題有機會慢慢緩解 三零七問球場和陣風 高雄報道